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俊凯的颜值有多高?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王俊凯呢? 王俊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和熟悉了,相信很多人对于王俊凯刚出到时候的稚嫩的样子还是历历在目的,一些人好奇王俊凯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火,有些人说是因为王俊凯的颜值很高的,那么王俊凯的颜值究竟有多高呢?下面带着这些疑问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说起王俊凯,那是妥妥的小鲜肉一枚,了解王俊凯的人都是知道的王俊凯是地道的重庆人,而且是出生在1999年的,王俊凯通过DF Boys的这个组合成功的出道的,出道的时候王俊凯才刚刚11岁,是非常的稚嫩的,所以很多人也说王俊凯的粉丝是妈妈粉,不过这也足够说明了王俊凯的人气是非常的高的。 王俊凯的颜值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看了王俊凯都能知道王俊凯是非常帅气的一个小鲜肉明星,一些人好奇王俊凯有没有脸部动过刀子,其实王俊凯出道的那么早,所以一直都是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的,所以王俊凯是没有动过刀子的,王俊凯的颜值完全就是父母给的,这一点对于王俊凯来说是非常的幸运的。 现在的王俊凯不仅仅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演员,所以在娱乐圈中发展是非常的好的,加上王俊凯的颜值是很高的,所以王俊凯现在的粉丝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也希望王俊凯能够再接再厉,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歌曲和影视作品。 你们喜欢这样的王俊凯吗?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易阳千玺的舞蹈功底不得不说,在三小指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所以现在的易阳千玺凭借这一点就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很多人也是因为易阳千玺会跳舞而圈粉了易阳千玺。 如果易阳千玺仅仅仅这又这点才艺的话,那么易阳千玺肯定也是火不起来的,了解易阳千玺的人都知道易阳千玺的影视作品是非常的多的。 像《长津湖》系列电影和《少年的你》等等电影都是票房大卖的电影,很多人看了这些电影之后对易阳千玺都是直夸演技很棒的,所以现在的易阳千玺知名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一些人也听到了前段时间因为易阳千玺考编的问题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易阳千玺面对大家的质疑和争议选择放弃了国家话剧院的名额。 这样的易阳千玺做事小心谨慎,其实是非常的棒的,因为易阳千玺靠着自己的发展是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易阳千玺选择顺从大家的质疑也是非常的聪明的,也难怪易阳千玺现在会这么的火了,你们喜欢这样谦逊又有才华的易阳千玺吗? 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一开始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帅,渐渐的发现他很暖心,很有担当,又有礼貌,对粉丝也很好,更喜欢他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